今天在台北有一個特別的電玩比賽 參加這個全部都是中途新新種的 他們沒辦法用手來控制電腦 他們是用嘴來控制 非常不簡單 我們做回來看看 這次打電動比賽是要打打掌握 看什麼分數最多 但是現在看來比賽的人手都不頂張 原來這些比較嚴重的電池 最少的人 他們都是用嘴來無人嘴來操控電腦 讓游標可以優雜他們的意思去頂張 就只要搖一下兩下就左右上下這樣動 這套模式碼控制系統 就是要透過打掌握人口 用等音低音來做模式碼 再透過控制器專化最機靈 來代替手操控滑鼠和鍵盤 因為他們這些比較重脹的 他們大概剩下的部分 就只有在幾部以上的部分而已 那因為他們比較難去使用這些 所以用哪一嘴的方式 是可以讓他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達到這樣的方式 像這些比較嚴重的行政者 頂頂受到身體太多 不可以優雜他們的藝術去操控 但是透過這些東西到三天 如果他會讓他們 像一般人一樣 跟別人比賽拍電動 未來還可以運用在日常的生活 讓行政者會有更加足足的生活品質 繼續訪問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